大家好,这里是大叔厨房 白菜炖豆腐,是先煎豆腐,还是先炒白菜呢?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将白菜根部去掉,菜叶拔下来 将菜帮和菜叶分开 将菜帮斜刀切成片,放入碗中 白菜撕成片,放入碗中 豆腐切成小块,放入碗中 准备一把粉丝,用开水浸泡五分钟 把粉丝充分的泡软 五分钟以后,把水倒掉 放点老抽,慢慢上色 加点食用油,搅拌均匀,防止粘连 起锅烧油,放入豆腐块,煎一下 小火慢煎,底面煎好后,翻一面继续煎 两面煎好后,关火出锅待用 起锅烧油,放入肉片,炒至变色 放入葱姜蒜,炒香 放入白菜帮,先翻炒一分钟 加点老抽,翻炒一下 放入白菜叶,翻炒一分钟 加点食盐,生抽,蚝油,胡椒粉调味 把豆腐粉调,倒进去,翻炒一下 放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三分钟 让它们充分的入味,断生 时间到,撒下葱花,灌火出锅,装盘 一道美味的白菜猪肉,炖豆腐就做好了 吃起来,香辣开胃,超级下饭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学做菜,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